最近的 注意同修 注意護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彌陀佛 能夠跟大家聚會 一起來共修 一起來念佛 就好像 阿彌陀經裡面所講的 西方極樂世界聚會一处 這個就是我們 念佛法門的好處 今天呢 再借這一次的姻緣 再跟大家來一起學習 如果 有講到一些不妥當的 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要多多批評 你們的批評呢 對我有很大的好處 我才能夠 看得出 我要在哪個地方 改善 我才能夠進步 所以不用害怕 哎呦 那個是法師啊 怎麼說啊 你敢說嗎 不能有這種的念頭 我們都是一樣的 同仗道友 接受能夠批評 也不一定是個壞事 人家來批評你 他也不是 為你不好 今天都是因為為我們好 他才為我們來批評的 這個就是呢 我們聚會一处 在學習當中 一定是有這樣的檢討 所以為什麼我們出家人 一年當中 一定有三個月 接下安居 接下安居呢 是佛陀的 制定下來的 其實目的啊 就是讓我們來檢討 你在一年當中 你哪一個地方不對 需要改善 需要改過 經過忏悔 然後呢 來證得自己 以清靜心 能夠得到 所以 這個是一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 借家安居 最主要的 不是對外 是對內 對你的起心動念 對你的原意造作 你的行為 你的念頭 種種的 你們用依佛陀的教會 依教奉行 這樣學佛 才能夠有很大的成就 念佛才能夠獲得 彌陀的加持 彌陀的 彌陀的利益 所以大家 多多批評 多多批評 不用害怕 師父不會 後面拿一個木頭 瞪眼了 不會的 多多批評 好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我要繼續來跟大家來說明的就是 念佛法門的特色 就 偶依大師 在彌陀經要解 要我們對這個法門要深信 然後呢 在這個特色當中啊 昨天已經跟大家講到 這個法門的特色就是 能待夜往深 在一切法門中是沒有的 唯有這個法門才有 唯有念佛法門才有的 那這個待夜往深一定有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如何順順利利 才能夠待夜往深 那要怎麼修呢 那這個很重要的 下面有 有四個 會給大家提供 作為我們來參考 雖然這個法門能夠待夜往深 是不可思議的法門 但是方法一定要正確 如果方法不正確 不但待夜往深不了 最後 被這個業力而所帶走 所以我們在這個生活裡面 最麻煩的就是我們的業力 如果這個業力沒有處理好 將來能不能待夜往深 那就很難 所以 為什麼我們臨終的時候 很多人到最後 業力做主 最後 就沒辦法往深淨土 很可惜 所以必須要把這個業力處理 怎麼處理呢 下面會跟大家說明 所以這個法門的特色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其他的法門呢 首先一定要斷火 你一定要斷煩惱 你一定要把它斷得乾乾淨淨的 一絲好煩惱都沒有了 你才能夠超越六道輪迴 所以 所以佛的標準 首先你要賤惑 把這個賤惑斷掉了 所謂的八十八品賤惑 那八十八品賤惑呢 佛菩薩通常把它歸納五大類 昨天已經為大家說明了 第一個你先要突破你的身見 不执著這個身體是你的 這個身體是假的 它是無常的 不能為這個身體 對這個身體產生的執著 過於執著 會障礙我們往生西方淨土 所以為什麼釋迦牟尼佛 在世的時候常勸導弟子 你要突破 你要超越 你要正得 所謂的清淨心 你首先你一定要 常常來試念處 都是觀想 修試念處 觀想什麼 觀想這個身體不清淨的 把這個身體不能當作 它是我的 你要放下 那第二個你要突破的就是 邊界 邊界就是對立的意思 對一切物 一切人 一切眾生 一切萬物 無論在一切處 一切時 你都不再跟人家對立了 以你的大慈大悲的心態 用你的關懷的心 無緣大慈的心態 同體搭配的心態 來對待一切眾生 那你今天念佛往生西方 那就很容易了 那第三的 我們一定要突破的是什麼 我們看下面 那第三的就是什麼呢 要突破的就是我們的成見 這個成見 一般我們在社會通常稱為什麼 自以為是 我們常常都是有這種毛病 自以為是 而這個成見裡頭有兩大類 從音上來講 這個成見 叫做戒戒戒戒戒 從果上來講 這個呈現 叫做什麼 戒戒戒戒 而這兩種都是属於什麼呢 錯誤的 成見 這個你必須要突破 這個是属於第四 那第五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面 第五的所謂的就是 邪之邪戒戒 所謂的邪戒 對於錯誤的看法 對於錯誤的想法 見法 而這種的錯誤 我們佛教 我們佛教把它稱為叫做 邪之邪戒 這個很麻煩 太麻煩了 第五的 第五的 這個 所以今天我們的時代 為什麼會動亂 天天啊 你看外面的這些人 天天都在搞什麼 殺到邪淫 自私自利 明文立揚 五億六成 一大堆這些 每一天都在造這些 什麼樣的影響 邪之邪見 錯誤的 錯誤的想法 當作這個身體是你的 當作你自己的想法是對的 對一切人 都是非常的 不善的念頭 不善的原因 你種種的各樣的想法 種種各樣的說法 都是歸納這種邪之邪見 那你想一想 從你自己的想法 從你自己的所看到的 你所聽到的 你所有的 你的念頭 你的行為 種種的 你想一想 有沒有真正依我們佛經裡面的 你的標準 有沒有 所以佛告訴我們 如果你能夠把這五種突破了 這五種突破了 你能夠把這五種 所謂的八十八品見破 能夠斷掉了 你就贈了阿羅漢國 說明你的心就清靜了 你得到清靜心 能不能做得到呢 做得到嗎 請舉手 為什麼不敢舉手 還舉手嘛 沒關係啊 怪罪你的 像師父也做不到 我請舉手 我真的 說實在做不到 自己的煩惱 不要說 其他的 你不善的念頭 你不善的念頭 不善的念頭很多 歸納太大了 基督心啊 嗔恨心啊 欲望的心啊 種種的 所以 尊敬的 追同修大德 我為什麼今天要跟大家分析 這些事情 讓大家明白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真的想要突破真的太難 又沒有老師在旁邊的指導 又沒有同餐道友 又沒有一個好環境 你說呢 你能不能成就太難 所以今天呢 我們看下面 所以今天我們一品煩惱都沒斷 見識煩惱都存在 我們的業障身中 天天执著我們這個身體 能不能往生 主師大德告訴我們 能 這個叫做什麼 待業往生 在一切法門中 是沒有的 唯獨念佛法門才有 但是它有條件的 雖然是大業往生 它有條件 你沒有符合這個條件 你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法門 真的 當我認識了這個法門 我死心塌地 眾生不改 一門深入 藏水喧秀 只有這個法門才能夠幫助我 除了這個法門 是沒辦法的 其他法門你要斷煩惱 不要說正的阿羅漢國 出國虛陀環 我們都沒有資格 原教出新位的菩薩 我們也更沒有資格了 不要說正的阿羅漢國 但是今天你相信這個法門 那就不一樣 所以 在彌陀經裡面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一段 一段事情很 很重要 很重要 跟大家說明 在彌陀經 在彌陀經 釋迦牟尼佛有一段經文 大家有沒有熟悉 去看 釋迦牟尼佛說 釋迦牟尼佛 以原來表達 是無法能夠來形容出來的 所以稱為不可思議 而且這個不可思議 是釋迦牟尼佛牽字而所看到的 他不是從天文的 釋迦牟尼佛牟尼佛牽眼看到這樣的功德不可思議 所以在這段經文裡面 他告訴我們 勸道我們 我見勢力嗎 這一句話非常重要啊 很重要的 我們彌陀經不是看到 有四次釋迦牟尼佛勸導嗎 這一段經文是屬於第二次的 那我們今天想一想 西方幾個世界的功德利益 是什麼樣的不可思議功德利益呢 這個利益是什麼 第一個 橫出五著二世 就是等於說你能夠橫出三界了 橫出就是很快的意思 在無論什麼樣的法門 是沒有橫出的 在其他的法門你要超越六道輪圍 你要橫出三界 你要一層一層的 你必須要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素初 但這根法門橫出啊 你不用一層一層一步的 但是你可以直接了当 超越六道轮回了 在其他法门没有的 哪有这种的道理啊 你想一想 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你要在这个五着二世 修行成果 一步一步的去修 你要需要多长时间 三大阿僧奇节 那个时间很长 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能够横出五着二世的 横出三界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法门 这么难信之法 太难得了 但是很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很多人没有这个善根 今天我们善根具足了 你不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很可惜 这个就是第一个功德 不可思议的 我们净土法门没必要 从小学 然后慢慢的研究所 没必要的 我们从这个小学 一直超越了 研究所 你想一想 所以啊 我见势力这一段经文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证明 如果不是佛说的 我们是不能相信这个法门 为什么呢 找不到根据理论 虽然相信阿弥陀佛的话 实际上呢 理论依据 还是很模糊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 为我们来证明 而所看到的西方极乐 世界的功德利益 真的不可适宜的 就是这个 为我们证明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证明 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站出来为我们证明 告诉我们 他们所看到的 亲自所看到的 西方极乐世界 有这么无比殊胜的功德 你要相信 我们必须要把释迦牟尼佛的 教诲原意 要相信 为什么 因为金刚经讲得很清楚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旷语者 不义语者 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 决定释迦牟尼佛 不可能欺骗我们的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牵引所看到的 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不可适宜的功德利益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利益是什么呢 我想问大家 第一个利益你们已经听到了 横出五拙而事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五拙而事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原敬仕途 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知道 有仕途 凡胜同居途 方便有余途 实报庄园途 长级光景途 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等于就圆满了 证得这个仕途了 就算你今天大业往生 你造的业太重了 下下平往生 往生到凡胜同居途 等于你已经得到了 原正仕途 一正一切正 一生一切生 在十方诸佛国土是没有的 哪有这种的道理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先知见到来为我们证明 世尊在这个地方 劝我们 我们要相信 要跟他相信的话 决定是不会错的 我们这个地方是反胜同居途 跟圣人都在住在一起的 我们有没有看得到 你有没有看到米勒菩萨 有没有呢 有没有看到观世尊菩萨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伟苏斯利菩萨 看到地藏王菩萨 或者看到护法 护法龙天 这些护法神 有没有看得到 他们都在跟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这个环境 现在我们所住的是 释迦牟尼佛的反胜同居途 跟佛福萨在一起的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因为你没有到达那个能力 没有这个福报 你心不清静 你没有办法突破 但是你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你在反胜同居途 但是其他的山土 你看看清清楚楚的 真的多好啊 还不去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念佛真的很好 你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真的 我师父说实在的 从我遇到这个法门 闻到这个法门 那一刻开始 真的 整个心踏实了 有一个寄托 好像有一个寄托一样 今生说明到了 我们有一个方向 我们有一个目标 赶快到那边去 更好 更没忙 很好 也不用忧虑 也不用害怕 我将来的方向是怎么样 我要修什么样的法门 我要依什么样的目标 很模糊啊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经验 我现在遇到这个法门 我的前途 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很清楚的 就是一个阿弥陀佛 就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的 就不谈了 这个就是第二 第三 他的功德不可思议 就是什么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哪怕是今天是下下品往生 你造业的深重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得到的是什么 直至不退转的菩萨 三不退转 所谓的阿弥陀之菩萨 没有拐弯末脚 直接了当 就是达到原正三不退 这个地位是什么地位呢 等觉菩萨的地位 等觉菩萨是后补佛的地位 你想一想 你从一个反复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这样的能力 你说这个法门 能不能不学 佛能不能不念 你不念 你的亏是吃大的 真的 但是这个佛号怎么念 那才是关键 往生要怎么样待业往生 那才是关键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恩报恩 真的 我们一定要报佛恩的 我们一品都没有断 我们一定要报佛恩 报释迦牧尼佛的恩 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 然后报阿弥陀佛的恩 把四四八愿 来贡献给一切众生 来加持我们 我们才能够获得四四八愿的加持 获得阿弥陀佛名后 功德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我们一定要报恩 怎么报恩呢 好好干 好好修 好好努力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最大的报恩 报父母恩 报佛恩 报老师之恩 报国家之恩 报一切众生之恩 所谓上保四从恩 你全部通通具足圆满了 这样的解释 OK吗 明白吗 那好好珍惜哦 昨天呢 有一位居士 问我 因为在过几天 要请那个药师佛的圣诞 问我 师父我修药师佛好 那是修阿弥陀佛好 这个问题我很难解答 等于说我说阿弥陀佛好 怎么样 像我说药师佛好 怎么样 所以我就告诉这位居士 我说看着办 你喜欢药师佛 你就念药师佛 你喜欢阿弥陀佛 你就念阿弥陀佛 但是师父呢 能够劝导的 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 都不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药师佛也不例外 自己选择 自己去想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这样想 这样讲 不然 很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 念佛学人能够待悦往生 方法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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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有一个条件 关键 要如何 把他顺利 待悦往生呢 这个才是一个关键 如何要顺利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 必须要明白 首先关键在哪里 你的正念分明 你的正念一定要分明的 就是说 这个正念就是讲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临终的时候 你的头脑很清楚 你的头脑很明白 很清醒 而没有一个 一丝好怀疑 不迷惑 不颠倒 你能够信心的坚定 毫无怀疑 愿意念佛 求生极乐 假如 一念乃至十念 如此决定 一定往生净土 你的正念 你要分明 这个正念是指 阿弥陀佛 那这个正念 要怎么样的培养呢 那一定在日常生活里面 去培养 这个很重要 所以谁能烦恼 我们看到 这个是第一点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要让你能够 顺顺利利 大业往生 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这样的 你的正念要培养 这个正念要分明 不然的话 你是往生不了的 你要念一万生 十万生 你也没办法往生 但是你的正念分明 清清楚楚 乃至一念 十念 你都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这一念 所以这一念 是从哪里培养开始的 从当下 从今天开始的 不是在临终的时候 在培养的 所以走到哪里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句阿弥陀佛 不令间断 看到谁 一句阿弥陀佛 看到孩子 一句阿弥陀佛 看到老公 一句阿弥陀佛 看到谁 好人 坏人 善缘 恶缘 逆境 顺缘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样的培养 你第一关 你能够把它做好 你才能够进入第二关 第二关怎么样呢 就是虽然烦恼未断 但是在临终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能力 什么能力 辅助 把它辅助 让它不起作用 才能够往生西方 结了世界 我们来看下面的 刚才那一章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辅助呢 很简单 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而且这个方法 太不可思议 太妙了 妙不可妙 妙不可说 妙不可言 妙不可思 用这句名号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进府法门的好处 这个辅助好像一个什么 一个大石头 压着这个草 不让这个草一直长出来 这个草就是我们的喜气烦恼 这个大石头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的愿力 让我们起心动念 就是阿弥陀佛 无论是善念恶念 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 让你的心里在一切时一切处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能养成这样的习惯 能够培养这样的习惯 你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大业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都有把握 都能够可靠 因为你跟阿弥陀佛西方极的世界 天天培养的感情 天天培养相应 就这样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 我要提醒大家 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呢 辅助烦恼 不是在临终的时候培养的 去锻炼的 你不要有一个 带着存着这个侥幸的念佛 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锻炼 去培养 养成这种的习惯 然后呢 你才能够有把握这个把握 不然的话 你不但待业往生不了 你会被这个业力而所带着了 所以我们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然的话 那这很麻烦 因为业力太强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人的希望 什么希望呢 就是提起阿弥陀佛的名号 愿我连终无障碍 所以每一天要去念阿弥陀佛 给自己做功课 因为最后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观仙菩萨 给这位居士 告诉他 你每一天至少有六千 六千生的佛号 像那个谎念主 一天十万生 那你们啊 要把这个功课定下来 至少要五千 到一万 一天哦 那我们一天 念佛念到至少一万的 请举手 有没有 至少五千的 你们没有达到一万 对不对 五千的有没有 请举手 连五千都没有 哎呦天呐 那就麻烦了 这个疑惑真的很麻烦 这个我们一定要培养 好好习惯培养 十五分钟当中 你可以念多少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这个不能开玩笑 如果你这一生当中 你想要真正超越六道路 你不想再受任何的苦 你想要再好好 在西方极乐世界 跟诸佛如来聚会一处 你没有别的路 你要从今天开始 要好好培养 可不离阿弥陀佛 先不离阿弥陀佛 一切处一切事 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 你有这样的培养 年终的时候才能够可靠 像今天我们来看 你看你大家 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比如说你脾气起来 第二个念头 阿弥陀佛有没有起来 你在发脾气的时候 先发脾气还是先南阿弥陀佛 你看到一个人 不顺眼的时候 我很讨厌这个人 讨厌先起 还是阿弥陀佛先起 我相信你们都是先起的 第一个 我讨厌你的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你没有把它 把它培养习惯 当你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先起来 就是阿弥陀佛 你能够这样的锻炼修行 那你临终的时候 那就可靠了 临终的时候障碍来 什么样的逆境 业力来了 统统你能够靠过 不然的话 你是靠不过的 所以你要锻炼 从这一刻开始 你要锻炼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顺境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 把这个贪念压下去了 那慢慢自自然然 一年当中 八年当中 你这种的锻炼 你会慢慢的恢复 自自然然而念的 你不用去注意他 阿弥陀佛 自自然然就起来了 就是像我们的习气一样 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 自自然然的 那种心里面不高兴起来了 讨厌 厌恨 种种的 自自然然就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喜气 五量节以来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把这个喜气辅助 把这个阿弥陀佛 自自然然的 显出出来 提出来的 你要这样的锻炼 念佛才能够可靠 你说是不是 不然的话 你看 领终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一个 你讨厌的人 是啦 是啦 这个惨了啦 随着这个喜气走了 所以啊 第三点最重要是什么呢 要怎么样来辅助 让这个辅助烦恼 能够起作用 我们看第三 第三的 用什么方法呢 忏悔发愿 第三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修净土中 念佛的人 如果 想要处理 我们的业力 一定要经过什么呢 经过全修忏悔 你念阿弥陀佛 等于在忏悔 天天不断地去忏悔 对于我们的过去身所造的沙道血影 对于我们今生所造的沙道血影 在佛门前 在佛门前我们自成的忏悔发入自己的过失 以忏悔心来面对自己的业力 这个叫做能够带业往生 你要不断地去忏悔 天天去忏悔 改过自信 把你们的三口一三月 不断地 往这个善念的 去培养 而这个善念最好的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念佛真的能够消业着 但是如果这句名后 你没有把它善用 将来你无论怎么念佛 也能够堕地狱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发愿 我们看第四 第四要什么要发愿呢 这个愿是什么愿呢 你要远持境界 我们一定要清楚 忏悔是针对过去 发愿是针对未来的 你要记得 你今天忏悔你的过去 但是你今天发愿 是针对你的未来 我今天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我要发愿 怎么发愿呢 你要遵守佛陀的戒法 避免你的身口意 不要去犯过失 这个我们念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不要让我们的身口意 的过失障碍 我们将来大业往生净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呢 在净土中里面 为什么 敬业三福是我们的基本 你要严守 你要严守的你的境界 这样的话呢 你能够把它 落实在生活 处事待人 觉悟 从你的发愿 从你的忏悔 经过这个忏悔 经过这个发愿 你才能够真正将来 才有把握往生净土 不然的话 靠不住 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 阿瑟瑟王 犯了忤逆时候 到最后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他靠的是什么 经过忏悔 经过发愿 而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最后 他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真的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而且评位很高 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的身口 亦不断的造业 我们的喜气 也烦恼太重了 我们是反复 所以每天 为什么不断的去反省 检讨 忏悔 改过 天天发愿 将来不再造这些业 将来不会再伤害别人 将来不要再犯一些 不该犯的过失 天天的这样的进步 天天这样的培养 天天这样的羞耻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就容易了 不然的话 那真的很难 天天天念阿弥陀佛 心有没有静下来 很难说 真的 你看师父也是一样 虽然在念佛 有没有烦恼 有啊 烦恼还是存在 我讲实话 真的 我念佛 虽然是有 烦恼还是存在 但是这个烦恼 有区别 我的烦恼 跟你的烦恼 只是关键在轻 还是重而已 那不一样 那我 我将近大家 你们的修行比我好 你们的念佛比我好 你看那个 最后啊 来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他是河北人 在这一带啊 因为他的缘故 把这一带念佛啊 带动起来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他是一位奇人 名字叫韩宗英 姓韩的 河北人 你看他的照片 他的气色 长得很好看 这个照片啊 已经年龄也是 也很长寿了 他的双肾 已经烂掉了 已经烂掉了 但是因为念佛的缘故啊 又长出新的肾 从古至今啊 没有听过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 这个文章呢 是悟行师父传给我的 你想一想 肾脏坏了 可不可以再生 能不能再生 医医学来看 是没办法的 是不可能 一个人 如果肾脏烂掉了 说明什么呢 他跟死亡距离不远 而且得到 对这个肾脏有问题的 那个很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的 虽然现在科学发达 医学发达 这个肾脏能够换 坏掉能够早 来换掉一个新的 但是在一万当中 难得得到其一啊 而得到之后 也不一定适合 而那个副作用很严重的 不是每个人 能够承受得了的 他是河北这一代的 他呢 都是做什么样的行业 就是专门啊 修什么 修水利的 以前的做水利工啊 那个很辛苦 科技还没发达 靠什么 靠人力挖洞 挖这个洞 不小心啊 被这个泥土车啊 撞到了 落在 七八十的 脏啊 那个洞里面 然后呢 整个人啊 这个腰啊 一些啊 搞到啊 整个很严重 昏迷过去了 连他的那个肾脏就烂掉 全身都是血 骨折 肿脏都受伤 连腰就没办法 昏迷了 送到医院 没有一个医院能够治得了的 没办法治得了耶 躺在这个床上 动也不动 又加上他的这个肾脏烂掉 排尿又很难 所以整个人啊 长那个肿粗 肿得很大 很难堪 而且痛得不得了 天天哀苦 天天受苦 你想一想 像这一类的人 如果今天 如果他的意志 竟然没有很大的坚持 早就自杀了 在那边受苦 这样受苦受难 谁能够受得了 但是这位老人家呢 韩忠运他有 他有上根 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的爷爷奶奶是拜观世音菩萨的 他拜观世音菩萨的 所以啊 他突然间想到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就三天三夜的 喊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很痛苦 我很痛 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 为啥呢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你是大使大悲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三天三夜哦 你看哦 大使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真的耶 不理一切众生 自苦 视线说法 突然间有一天 第三天 托梦给他 他梦了 观世音菩萨 而且告诉我们 菩萨的慈悲庄严 是源以能代表的 他看到观世音菩萨 他的庄严 那种庄严法 没办法去形容 他一生都没有学佛 只是因为他这个上根 小的时候 爷爷奶奶拜观世音菩萨的 没想到观世音菩萨 在梦中里面告诉他 他说喊居士 这个喊居士就告诉观世音菩萨 菩萨你为什么不救我呢 你为什么管不管我呢 我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不管我 观世音菩萨怎么说啊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喊居士 这个喊居士 喊宗居士 喊宗居 他说啊 你的罪力深重 你的罪太大了 这个叫做什么 众业轻爆 他已经说到这样 整个肾脏也烂掉 在床上也动不动 动也不动 天天喊痛苦 他还是重罪轻爆 你想一想 那严重的罪爆是怎么样 那不可思议 都是五间地狱了 然后观世音菩萨告诉他呢 你要赶紧念阿弥陀佛 你看 观世音菩萨没有教他念其他的 专居士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但是 喊宗居士告诉观世音菩萨 他说什么 他说观世音菩萨 我疼啊 我很痛啊 我怎么念呢 观世音菩萨 就告诉 喊宗居 你疼也要念啊 你痛也要念啊 而且你每一天至少要念六千声的阿弥陀佛 而且呢 观世音菩萨告诉 喊宗居 你从今以后不可以再吃肉了 病好了 你要熏养念佛 劝人家相信 然后呢 来念这句名号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在梦中里面劝导 这个喊宗居的 所以喊宗居很听话呀 怎么听话呢 你看哦 他用什么来计算这个佛号的 我们平常是用计算机有没有 他用那个意米 意米一颗一颗 放在一个很大的碗 然后呢 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把那个意米拿出来 然后呢 念了第二声 把意米拿出来 把这个碗 意米全通通都拿出来之后 他又把这个意米放进去 早上念 晚上念 下午念 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念阿弥陀佛 没想到 念了第二天 他原本很难排尿的 他竟然可以排出尿来了 他原本不能走路 然后经过半年 他的身体能够翻身了 也能够用爬的 最后呢 又能够走路 虽然他走路不正常 他是弯着 整个人是弯着走路的 半年 你想一想 半年 而经过这样的修行 经过了十五年 他整个人回复了 而十五年当中 这一八年来 没想到 他的这个肾脏 长出了两颗半 两颗 新的生长出来 而经过十五年 他就回去这个医院 以前这个医生 看他的时候 这个医生看到他的时候 整个医生就惊讶了 整个医院就惊讶了 太神奇了 他就问他 韩居士 你是行 做什么样的善事 才会有这样的奇迹呢 韩宗恩就告诉医生 他说 我没有做什么样的大善事 我只是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告诉医生这样的 没想到 在这个河北地区 很多得癌症的 因为他这样的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度了很多人 有三十几位得癌症的 全部得医院 最特别的就是他的连居 姓毅的 毅儿娘 他得肝癌 整个肚子长肿出来 很大 很痛苦 痛不到什么程度 嘴巴 没办法展开讲话 所以 刚 请了这个 韩宗恩 居士到他的家里 为他住念 他告诉韩宗恩 我没办法展开出来 把这个嘴 展开 然后跟着念佛 没关系 没想到 念的第二天 他的嘴巴 能够能够展开 而跟大家讲话 那个时候 这个义 伯娘 七十四岁 你想一想 活到九十四岁 增加了二十年 念佛的功德 所以韩宗恩 老居士 以今天 来说 度了很多 这个河北这一代 念佛感应的故事 非常功德 不可思议的 所以尊敬的 注意同修 大家的 你说呢 你念佛 像韩宗恩 其实像这样的 精进念佛 我相信 你们会有更大的成就 所以 深教 超过 言教的功德 你要做表现出来 给大家看 做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 了解 让大家能够看 让大家能够深信 你是一个了不起 念佛之人 你在这个血泥 能够好好修行 将来能够影响 整个血泥这一代 那就功德不可思议了 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呢 关键呢 就是你们自己 不要说 整个血泥这一代 把你自己做好 让你的加千建树 看到你这样的 念佛不得了不起 那你的功德 也不可思议了 这个就是啊 欧耶大师 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的特色 第二个就是 能够待业往生 而待业往生的关键 你能不能天天 发怒忏悔发怨 而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天天的培养习惯 然后呢 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言也好 恶言也罢 无论在一切处 一切时 你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对一切的境界 能够辅助 你能够待业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就是跟大家来分享 那第三个的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呢 简单 跟大家 讲到这个地方 我也希望我们也能够 好好用功 这句名号 太容易了 太简单了 无论你在哪里 上班也好 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好 只要你能够 有空的时候 赶快念 然后最好给自己做功课 下定功课 学习没关系 一天至少五千 像观世音菩萨告诉 韩宗愿 一天六千 而且观世音菩萨也交代 那个韩宗愿 十灾日一定要受八观灾戒 我们 如果十灾日没办法 六灾日 六灾日没办法 一个星期一次 像师父 一个星期 礼拜四 师父会受八观灾戒 一个星期一次就好了 好好休息 给自己做一个定课 因为韩宗愿 他经过 这个学习八观灾戒的时候 其实戒不是对以外 其实戒最主要是对自己的 那今天我们修行 也是最主要对自己 自己做好 你就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能够得力 你自己也得力了 这个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大家多多批评 如果有一些 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对这个念佛 有产生的问题 不清楚的话 我说师父 我念佛为什么这样 我问念佛为什么 不能得利益 种种的呢 你可以提出来 来问 有因缘呢 我为大家来解答 你可以经过我们的 我们的政总 我们的总干事 你会 传给他用简讯的 我呢 每个星期 我会 把这个十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的时间 来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如果今天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祝大家多多批评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